歡迎收看《都會聚焦2024省選特輯》 在過去幾晚和大家探討過多個選舉議題 今晚就和大家探討新移民在今屆省選之中的角色 我們知道在所有競爭激烈的選舉之中 游離票都是政黨和候選人的爭奪對象 所以沒有政黨聯繫 或者是之前沒有投票經驗的選民都是相當重要 當初也包括新移民和一些年輕人 我以為新移民是未入籍沒有投票資格的 因為我們的社區裡有不少是再回流的人士 他們都是選民 只不過是離開了加拿大一段長時間 可能就會更加願意去瞭解不同的政見不同的政黨 今天我們就請來了研究移民社區的學者 殷妙仲教授和我們談談這班選民 我們說的是很久沒有加拿大投票 或者是從來沒有加拿大投票 但是有資格投票的人 其實要令他們走進投票站裡 政黨應該提出些什麼 他們關心些什麼才能吸引到他們去投票 我想再回流的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就… 首先說回他們自己 他可能已經對加拿大的事不太熟悉 脫節了 有時候會覺得我也是新來的 我也是不去投票了 所以如果在政黨的角度 我覺得政黨要儘量告訴他們 就是已經回來加拿大人 其實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跟你有關 當然很多新移民 即是新回流的朋友 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 跟一般的移民都很類似 比如在房屋 甚至去找醫生 或者去找工作 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 跟一個新來的移民 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所以在政黨的角度裡面 應該跟某個程度 當他們是有加拿大身份的新移民 用這個方法去讓他們知道 就是他們關心他們的需要 以及去鼓勵他們去參選 很多時候我們也有個印象 就是移民 或者是一些族裔社區的投票率 都是偏低的 但其實我們看到同樣是投票率偏低 譬如是年輕選民 有很多工作在做他們 去鼓勵他們投票 譬如我們看到未有投票資格的 學校裡面的學生 其實都有一些無意投票 去告訴他們 投票的程序是怎樣 或者是引起他們的情緒 甚至這幾年 我們看到有些未符合投票資格 十六七歲的國民 其實可以預先登記 到時就會提醒他們 在移民社區 在族裔社區裡面 其實是否可以借鏡 或者有什麼新的途徑 是可以吸引他們 提醒他們去投票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 一般最近新一波來的香港移民 或者是香港的朋友 有幾間機構都不斷在 搞一些教育性的活動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如果是關心華人 特別是香港新來朋友 或者是香港回流的朋友 他們對加拿大政治的興趣 或者選舉 其實可以從這方面 做多一些我們叫軟性的教育 就是說透過一些講座 一些社區的活動 去將這個概念慢慢灌輸給他們 我們看最近一波的移民 就是預算運動之後來的香港人 他們的政治意識比較高 因為是移民之前 在香港發生的一些事件 究竟他們這班人 究竟是他們會更加願意去參與政治 還是他們根本是逃離政治來到加拿大 我們要令到他們去參與本地的政治 其實有沒有什麼途徑 有沒有什麼方法 其實兩種人都有 在我接觸裡面 有些人已經是很厭倦 即是你跟他說政治 他是彈開的 但是有另一班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比較年輕 他是比較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在香港都是爭取這件事 沒有理由來到這裡 有機會他自己不會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很大程度 我們怎樣 第一我會覺得 就是相對於老一代那班 香港移民 在80年代90年代初來那批 新來這一批的香港朋友 他們會 即是我想像到 他們會比較積極去參 即是參加政治上面的活動 包括去投票 或者甚至可能有機會 過了幾年會有人出來參選 你有沒有見到在今屆的 比如在省選裡面 有一些政黨 或者一些候選人 或者一些政客 是特別著意去吸引這一批的選民 無論在議題上面 還是在其他方面 暫時我看不到 因為我想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 因為華人選民裡面 來自香港 一向都給人感覺 是比較冷漠的對政治 所以很多政客 未必對香港來的一批 特別是有什麼大的反應 再加上 因為好像剛才我也解釋了 就是新一波來的那些 其實很多就是透過救生艇 我們現在估計連賣家人連賣 真是透過他自己拿那個 study permit work permit 是超過十萬人的 那這十萬人 其實大部分都還沒有去投票 那我想在現實的環境裡面 政客當然是找一些可以投票的那些 但我就覺得 為什麼剛才我都提到 就算我們今天不可以投票也好 都要積極參與這個選舉活動 因為唯有這樣 政客才知道 原來接下來幾年 有一批很重要的選民 我們不可以錯失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你現在沒有選舉權也好 政客也會開始聽你的聲音 我們說英文的時候 我們說說我們少數族裔 就是visible minority visible minority的意思就是 看得見的少數群體 如果我們要被人看得見的話 就算未成為選民 也可以透過參與一些政治活動 可以被人看得見 我們的聲音就會更加大 更加多的政治團體 願意去為我們發聲